我没有杀人 我没有杀人 什么是真的的绝望 当你失去所有的希望和信念 当作我们的父母的眼色 这种是原本的绝望 将你的灵魂彻底吞噬 爸 爸 放开我 爸 有时候 手持利刃的那一方 反而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 爸 五年前 谭月阳为了转移资产 不惜栽造陷害的进精神病院 安住他 在我生不如死的那几年 谭月阳 又成了云辰首富玉佳的上门女婿 时间并没有空荡 令人面部完全是 这么多年的等待 只为这浴火重生的一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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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我是林霄 博克利音乐学院的高产生 你的履历很不错 就是你的 能成为艺术公子的小提琴老师 是我的荣幸 林老师 欢迎加入浴室 你肚子里还有你的孩子 你为什么要谋害我 才不到两个月 不就是块烂肉吗 就怪当初那两个老不死 唯有让我签婚前协议 小枫 这是你的新的小情形老师 您好我是你的小提琴老师 我姓林 林老师你好 以后 还请多做指教啊 小枫 小枫 这可是给你找的第九位老师 别再给我出什么幼儿子 妈 那根本就不是我的问题 是有些老师他们自己 得途配位 先生 先生 夫人 请您放心 我一定会 老公讲一遍 林老师 老师 喝杯柠檬水吧 听说对女孩子好处 啊 罪恶的种子 从来就不会有什么突如其来的事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里面放了什么 跟我耍花招 你还弄了点 想了我 是吗 那你呢 这个勾引我爸 贱 怎么 便宜儿子还给你当上瘾吗 啊 我可是黑带六端 你竟然敢打我 我怎么这么大 我妈都没打过我 我妈说你打我 你给以前老乡滚出去 你等着 我会让你身不如死 给我把衣服脱了 才抵着妈 不让我们玉石分分钟清算你爸的 问题 还愣着干什么脱 你怎么会有脱 像条狗一样哎 哈哈 你怎么会有脱 不把你研究透了 我怎么当你的老师啊 哈哈哈哈 你如果我妈会在乎这个呀 我需要告诉你吧 你他摆平的设计 可缘比这个多的多的多啊 谁需要给你拿 我需要拿给你舅舅 玉 少 停 你们郁佳真正做主的人 你这个吓人 我就知道你千方百计的小牛下来 就是为了勾引他愿扬 少做梦了 你当我妈是吃素的 是吗 或许 老师的心 老师 老师 不许 你 不许 多少年了 你大哥还不同意 这小波师如技术还不够好吗 作为女婿 我连百分之一的股份都没有 和你们郁佳高级职员有什么区别 老公 等我们有了自己的孩子 大哥一定会同意股权专专的 八年前 我被那个疯女人捅的一刀 导致得无法生育 你不是不知道 你别生气 马上就要举办家族晚宴了 到时候无论你 我一定会让大哥同意的 老婆 这个世界上 只有你对我最好 我 小风 小风 都干了什么 我干了什么你最清楚不过了 这一切都是他自愿的 滚开 来人啊 李洋 你快记得小风快快 慢点 你别着急 这可是深水区 我又不会游泳 我下次 不但救不了他 而且我还会 行了 小风 小风 妈 小风你没事 妈你怎么在这儿 慢点 快抓住 快 快抓住 这个男人 果然死心不甘 我会亲手撕开你的伪装 妈 没事吧 妈 小风 谭夫人 拉小提琴需要充沛的体力 所以我才让他下屏电器废活练的 都怪我提前没有跟你说清楚 对不起啊 林老师 下不为力 快去换点衣服 老婆 没事吧 走 到回屋里 走 你看看你这个便宜老爸 真的很关心你们 立姐 帮我帮我拿下丝袜 谢谢 是小晨 梁先生 我真的不知道是你 不好意思 别装了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接近我的目的 那你说 不是什么目的啊 想要什么 爱马仕八方 还是卡丽亚主宝 不是所有女人都像你想的那么夫妻 談战 請自重 從你的眼視樓臺子 可沒有半點自重的意思 林老師啊 換成衣服 謝謝譚夫人 林老師 兩週後遇加 會有個很重要的晚點 到時候我大哥玉少廷會回國出席 小楓也會登臺演奏 還請你好好指點 放心吧 我會 譚悅陽 地獄大門 我已經親自為你打開 要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玉依小姐 你看起來 好像見了鬼一樣 這位是田妃 是我聘請雲城最頂級的管家 以後無論大小事 只要我不在就問田管家 夫人請放心 有我在 我絕對不會 惹許這個家 有任何意外發生 這個 還請出現在 我無法忘記的夢 像這樣滑過去 輕柔地觸碰琴線 我再給你示範一遍 別動 太動 為什麼我不可以 對於你我只想做一位好老師 希望你配合 我 翻一下 再看看這個 田管家 我聽說你特別擅長 幫忙處理 你不想一起去 沒錯 夫人 我最擅長幫主人 尤其是幫你主人 清理麻固 你為什麼要幫我 敵人的敵人 就是朋友了 可是我 知道你 你 他 你去 你去 其他 你去 你去 你躲我 天天挑逗我 却不让我得手 你挺会吧 我再会 也不像你 这么大的 小羽毛 看我今天不笨了 谭先生 林小姐 整个别墅 现在要进行 晚宴前的大扫除 韩江雪 果然是你 你知道吗 人再怎么改头换面 味道 终究是不会变的 你放心 以后 我会对你 特别关照的 就像以前 一样 你以为 你会在我计划之外吗 林老师 这礼服 可太显你身材了 那咱还有一种说的法 那咱俩 我教你啊 我们肩在耳朵 表示我们的台下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我让我计划之后 我计划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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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云城首富 帝都之王 御少廷 我计划之后 我计划之后 那就是云城首富 你走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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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专业型酒 可是会影响风味 大冬 你回来了 小冯啊 嗯 刚刚那位是谁 那手新来的小提琴老师叫林霄 是不是超正典 大哥 刚才那位是我和曼婷 给小冯找的小提琴老师 特别有谁呀 这种脸蛋的女儿 曼婷可放心了 今晚之后 让她离开 感谢大家 今天赏脸来参加我们瑜伽的晚宴 我们小枫特意给大家准备了一首小提琴曲 希望大家能喜欢 我不同意 对久 如果我这次的演奏有进步的话 你就不能把林老师给解决 那种猫捉老鼠的游戏还没玩够吗 你到底爱她什么 大哥 这样你在说什么 你要摆平她 何须这么吧 谭月阳 来一场你最熟悉的游戏 我会让你步入 万劫不复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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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就像一样 血转有血长 谭总 准备好了 迫不及待了 你老师 你可真调皮 林老师 你可真调皮 他们真的 不认证据确责 他们就在里面 你是谁 怎么是你 你怎么对得起我 谁让你来的 是你叫我来的吗 他在地团下面放了钥匙 太岳阳 这仅仅是开胃前菜吧 我要让你们的婚姻 多些意外和惊喜 不要再做任何多余的事情 掐死也比掐死一只蚂蚁还简单 现里三分钟 总愈将消失 徐晓婷 你才是我今晚真正的礼物 徐晓婷 据说 这是你最喜欢的一首曲目 你想起了什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战功 徐总还请自重 你到底是谁 你和韩江雪到底什么关系 徐总 你弄疼我吧 回答我的问题 是 是你吗 江雪 不是 无耻 你竟然敢这么对我 你忘了 你忘了八年前我为了你不行 小点声 要死你自己死 算了 满钱我累了 毕竟我是斗不够你大哥的 这跟我大哥什么关系 这不明明就是你大哥布的局吗 那个女人 长相穿着 每一个地方都特别像你 尤其是这条同款晚礼裙 你的人你大哥送给你对不对 他身上怎么穿得一模一样的 这不是很清楚吗 那 那你是把那个女人认成了我 不然呢 温婷 你是这个世上我唯一深爱的女人 我以为你就是给我一个惊喜 毕竟我们好长时间没有在一起亲近了 可 可我就认错了你 你把这个签了吧 签了我们就离了 老公 对不起 我不知道你这么爱我 宝宝 我爱你 玉绍婷 如果没有调查你的过去 我是怎么也不会想到 你的白月光居然会是 但韩娇雪已死 很抱歉 尽是今日 你只能成了我的妻子 我真是脑子进水了 像你这样肤浅放荡的女人 怎么会跟她有交集 郁总 她是谁啊 能够让你如此念念不忘 收起你的好奇心 再多问你嘴 我会让你知道 什么叫好奇 害死后 余总 你难道就忍心看着你最心爱的妹妹 被人这样欺骗吗 要是你能让谭岳阳离开曼庭的话 你需要什么条件我都可以满足 好 那如果 我要你呢 你以为 我会损失什么吗 林小姐 别在我身上玩我 小心 引我上身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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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 林老师 你在这里做什么 我 我是被 田果家 在 我说过 在御家不允许出现不懂规矩的人 你去跟我说一句 看什么是吧 有没有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好的 扑下 现在我可以走了吧 站住 够了 够了 是我刚才把林老师带进来的 我和他一直在一起 谁说昔日的敌人 谁说昔日的敌人 就不能成为未来的 最佳牌档 放开 别碰我 放开 好 好 你還真是打不死的小槍 不打目的不罷休啊 你幹什麼你幹什麼放開 慢點 把他剩個兩老大的追你劈累 不好七號防病人又跑了 看到他往哪邊去了嗎 快追 你為什麼幫我 再不走我可就要返回了 謝謝你 我會報答你的 你是誰 林家暴殺夫未死 偽裝機繩地獄宴實物 即便現在出來也見不到你 但我可以幫你 因為我說過 我有話 韓江雪 這張卡里有一千萬 足夠你和你的女兒畫一個新水 然後出國開啟你的新的女生 那你想讓我幫你做什麼 我要你 你頂級管家的身份 進入瑜伽 大哥 你這是大外忙工作這麼多年 我打算搬回老宅住一段時間 陪陪陪你 順便呢 給檢驗一下老宅里的人 到底行不行 放心吧 小楓啊 還是第一次那麼聽老實話 好 我倒要好好看看 這位老師的專業度 明天 這位老師的最好的 正確是瘋了 為什麼腦子一直浮現這幾 嗯 為什麼是在想我 還是在想韓江雪 叫我吵了 我可以心甘情願的 照顾提示 舅舅 刚刚林老师走的时候给你道别的也是令人家 嗯我还有功课要文习先走了 林肖的资料查到了没有 什么 于少婷在查你 不过你放心 你的资料我早就做好了 谁都查不到你以前的社份 查我 就说明他已经上钩 林老师 是谁上了你的钩啊 上次你耍我的事还没跟你算账呢 信不信 我分分钟让你消失在云城 这就生气了 谭先生 你那么多情人排着队等着你重新 何必多我一个 这是吃醋啊 还要求 难道 我一个人 还不够 够 但我需要烟火 嗯 唐总 都要是 人是 看 是啊 我们 然后 现在 这个 真的 我们 那边 是为了你们郁家 把情妇带回家里是为了郁家 在家调戏老师也是为了郁家 这是我们夫妻之间的事 就不劳大哥你操心了 你说的很有道理 郁家的股份是我们郁家人之间的事 永远能不能对这个外星人来操心 所以 我警告你 别动我妹妹股份的主意 在这场游戏中 我才是主宰者 不是他 也不是你运少条 保险公司吗 我想办一个意外深故险 受益人谈岳阳 王总 之前我说打通缅北那条硬货线路的事 哪有那么容易 打通那条线路 对你也要无可以的资金 遇事你连已崩 没有 你拿得出来这些钱吗 李少兄 我只能拿你妹妹下手 这颗山 逼我 这颗山 逼我 老公 你这是 老婆 我看旅行社推荐 最近正好是登山的好记忆 要不 下手咱去爬山 你看 登山绳索 我都已经备好了 爬山 爬山 太好了 那我和大哥和小枫说一声 咱们一起去 老婆 我们好久没有过玩世间了 就我们两个人一起去 死了 老公 难道你这么有心 下转便是你的死期 我昨天看了一则新闻 一个学生等了他的老师十年 终于结婚了 你想说什么 我们俩 明明不是文章 你想让我犯罪吗 你知道学生为什么等到他老师 十年才结婚吗 因为两人东窗适发 老师做了十年了 但这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 学生也等到他老师十年 出狱后还是结婚 所以 任何困难 都是抵挡不住真爱 这怎么还有一款登山绳啊 老妈和谭月阳 不是去紫云山爬山了吗 怎么连登山绳都能忘带 万人士气 紫云山 不好啊 慢点啊 前面就快到了啊 这里就是顶风了 老爸 这里环境真好 空气也清新 老公 你真是费心了 老婆 只要你喜欢 咱们以后有的是机会来 嗯 还这么久饿了 吃着两天垫下肚子呢 好 给 最爱吃的怎么干 还是你齐心 舒适一尝 吃饭一碗 再送你上楼 真好看啊 行啊 老公 咱们靠回去吧 老婆 这风景多好啊 我们再多看一会儿吧 预报说一会儿有大风 哦 那好 那你转过去 我拿登山绳 我们绑一块 这样下山安全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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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先生 主到十五招领处 怎么了 你丢东西了 你在这儿等着 我下去看一下 嗯 这 这 是你 你来干什么 哎呀 你报仇 哎呀 你报什么仇 你胡巴掏什么呢 你跟你老婆过二人世界 把我扔在你 我怎么可能不生气吧 别胡闹 玉满庭在啊 林老师 你怎么在这儿 是我让林老师带我来的 小风 妈 我可担心死你们了 来登山 居然连登山神都给忘了 真是错识 那你们也不用特意送过来呀 我们哪一个不就好 不过真是辛苦林老师了 他特意跑 那还不是因为有些人啊 丢三落四的 连这个都能忘了 好了 回家妈妈你做好吃的 好呀 我最喜欢吃红烧鱼了 好了 走吧 真是狗改不了知识啊 本来打算弄到这笔保险赔偿 用来填补在澳门欠下的赌债 都怪这该死的小兔崽子 看来我只能从你身上想办法了 谭月阳先买的保险 老婆 最近正好是登山的好季节 下手去爬山吧 手中日期 就是他约我去爬山的前一天 亲爱的 我回来了 给你看样东西 老婆 你看 我呀 特意给我们两个人购买了保险文件 一份我是受缘 一份你是受缘 毕竟 登山还是很危险的 我想着 如果要是我出什么事了 虽然没几个钱 也就都留给你了 原来如此 我就知道你是爱我的 我就知道你是爱我的 那当然了 傻瓜 毕竟 我的那份保险永远都不可能生效 你需要百分之二十的股份 你恐怕是在吃人说梦里吧 我早就知道 南小光不是曼婷所说的营养 而是玉养别的私生子 她那个亲妈呀 可是欢场中的头盘 你拿这威胁我 慈善之星 你们玉家可真是道貌岸人 一边干着下流勾道 一边又对外捐款 声称自己领养孤儿 装什么慈善家 要不要 余兆宇 你信不信我今天把这消息放上去 明天你们玉家的股价 就会一落清 就这消息 你得想要百分之二十的股份 它不止百分之二十 你真是狮子大开口啊 我正愁 没有理由把你赶出玉士集团 想不到你自己 为了你的送上门来的 你什么意思 你就不怕我 怕 我就怕你不对外宣传 我正想收购玉士集团 散户手里的这些股票 我刚跟大宗教育商签订了协议 过段时间呢 我会放出修有地供一团和气的消息 你看 会不会在二级市场上重新拉伸股价 这一进一出 赚得盆满不满 律师的股价是你说了算 还是我玉绍婷说了算 尽管是谁 玉绍婷 你也不过如此 你以为我没有备手防你 我早知道你会留一手 所以我提前回购了散户手中的股票 再加上曼婷手 律师在谁手里 还不一定啊 曼婷她会听你的话吧 你和这些情妇的开房记录和在澳门欠下的巨额赌撤 我完全可以找律师起诉你和曼婷离婚 而你 作为过错方 是人情深处 还想要股份 我们郁家的一分一合都休想带走 可是曼婷她 爱我爱她 大自拔 你不是不知道 绝对不会听你的话跟我离婚 这个盲间里布满了监控 你我今天的对话啊 你都曼婷听到的 会不会一下子脑子就清醒了 巨额债 身无分文 你说被债主抓到了是割手割脚 还是割肾 余少女 你这是要逼我死啊 我公家不怕穿鞋 大部分咱俩鱼死网破 好 我拭目以待 睁大你的狗眼 好好给我看看 你这么聪明 应该知道现在谁说了算 哎 爸爸 爸 门 ing corpses 江弦的父母 于总 您终于回国了 你一直讓我打聽的韓江雪 出事了 是不可能 我離開的這十年 韓家究竟發生了什麼 剛才的社團在握了玉子 你那個傻妹 只要我幾句甜言地語 你什麼都願意為我做 全都是你指使的 哎你可別胡說八道 要不我跟你們關系把這事壓下 魯馬廷說不定早送進監獄讓人家蹂躏呢 什麼 打我 我 我最討厭別人威脅我 王妻是利用我的家人 我最喜歡看你這種無能狂怒的樣子 請我呀 跪下來請我呀 你說不定 我還能放過你妹妹一馬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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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知道你那條膝蓋啊很金貴 那就用百分之二十的股份 來混 這事還有誰知道 這張王牌我自然不會輕易拿出來 事關喊江雪 我不能就這樣輕易放過 但是慢聽她怎麼辦 怎麼樣啊裕總 想好了嗎 等我把這些資料交給警察了 那可就 好 百分之二十的五份 換所有的原始證據 好 你早這麼爽快不就省事了 譚岳陽 從現在開始 就別怪我無情了 好 好 好 你就是那個很會高引男人的音樂老師對吧 就是你這個小姐子 把譚岳陽迷的暈頭轉向 看他對我們所有人都愛搭不理了 哼 臭婊子 忙著一個人撈金 讓別人猜路 好不容易找個金主 就被你這個狐狸精給撬走了 大家一起好好教訓他 我說你自打苦吃還沒吃夠啊 為了一個男人真的頭破血流 最後還不是被他引起 有意思嗎 玉少婷的車 好啊小姐 看來之前的事情也是你搞的鬼 玉少婷正好試探試探 我之前對你撒的魚兒有沒有想過 你 就是我做的 怎麼樣 好啊你個小姐 果然是你 見人們 顧上 救命啊 救救我 救命啊 一少婷 你就這麼看著 這個男人真是冷漠 看到浴室總裁就半可憐裝柔弱 臭婊子你挺有心機啊 那我今天就刮花你的臉 我看你以後 我怎麼勾引男人 真的心情非常不爽 你們一個兩個 信管放馬過來 啊 打架啊 可是我過去幾年能家常便飯 就你們幾個 夠可 你 怎麼 沒吃飯嗎 就這麼點勁啊 你喜歡一朵七少是吧 好啊 我奉陪到底 不是 送女人 你敢打我 姐妹們 我們不要怕她 跟我一起上 讓她生活不能自理 讓她有再也不能跟我們搶男人 你 你 一首婷 救我 郁總 這女人在你面前演戲呢 您別信她 這單吧 四個女的 一共八條胳膊 八條 都好了 快跑 郁曉婷這人做事上來很辣 走 快 來 來 明明你不是她 為什麼我總覺得放不下你 我還以為郁總不會回來了嗎 為我賣力接近譚元陽 到底是什麼目的 別跟我說是因為錢 郁總 我記得之前消失的韓氏嗎 你怎麼會問這個 你跟她是什麼關係 是韓江雪 這 我要為她 為整個韓社套化一個公道 爸 爸 她 她到底是誰 從上次的資料裡發現 韓月陽從八年前開始 每個月都會固定 往一個賬號裡匯錢 一個境外私密賬號 我追蹤那些隱藏賬號發現 受款人全部是境外投資商網友發 網友發 嗯 我懷疑投資商的身份 只是為了隱藏他們行事的業務袋 可是這些並不能把韓月陽怎麼樣 我記得很清楚 在書房的時候 我看見了當年的監控照片 但是現在不見了 那輛車牌 我怎麼就一點都想不起來了呢 那你再好好想想 雲 雲 G H 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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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零零七 對 就是雲GH6107 好 我馬上去查 慢停 行 林老師 你來我房間幹什麼 彤先生 你怎麼突然回來了 居然赶到主任的卧室里来 好大的胆子 万一 哪天就成为你跟我的卧室了 你不是问我 为什么不到你的卧室来了 求什么迫不及待 你可真嗓 迫不及待 成为这个房间的主人哪 你以为我会毫无准备的 让自己置身危险境地吗 身体 不过是我精神脱俏的手段吧 只要你能帮我搞定 境外的投资大佬王总 一切都如你所愿 一言为定 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 还要多谢你将王总送到我面前 太太 您怎么提前回来了 先生在哪 混账 宝宝 下次 我们下次继续 谭月阳 你从我身上夺走的一切 我通通通都要你偿还 我通通都要你偿还 给我看住这个房间里的人 你偿还要做 我到我身上夺走的 我都干嘛 你们不要 我都不知道 说说 但是他拯救你 里面 我去 老板 我和我 他很深刻 联系 英文 你 说 自己的噩梦 放开我你们干什么 快点啊 我那是一个两老大的 最匹配 别紧张吧凌小姐 怎么 不很可怕吗 啊 他呀 第一次见到您这样的大人 我都少少点紧张啊 怎么样王总 还满意吧 满意 满意 那既然这样 先出去 你们好好聊 啊 嗯嗯 车牌查到了 来谢谢 哎呀 林老师这双手 是真灵巧啊 小天心老师的手 不知道做别的事情 会不会一样的丝滑呀 王总 不如我们先小卓一杯如何 好 好 好 我查到王总以空壳公司的名义 开设多个银行账户 进行高限金流的交易 要是咱们能拿到他的手机 查出他洗钱 以及境外从事非法交易的证据 来王总 预祝我们合作愉快 好 好热啊 加点冰 好不乐 哈哈哈哈 呀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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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先后 哎呀我的亲亲妈 哈哈哈 来来来 啊 哈哈 哈哈哈 哎呀 哎呀 你三更比一三更 你想什么我一眼就能看透 放开我你这个不上 放起来说什么 放开我放开 嗯 哎呀 郁总 你 要搬到台队阳也不至于用这种低级的手段来出卖自己的肉体 你到底想干什么 是啊 我就是这么直接 我灵魂都能出来 肉体又算什么 嗯 嗯 现在 你知道我要做什么吗 啊 啊 哈哈哈 车牌查到了 是谁 那辆车的车主是 玉 烧 停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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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我找云晨最好的一人 记住 不要 不要告诉我 让和和和 我怎么回来的 郁总抱你回来的 他真是不要命 伤得这么重 他坚持要先安定好你 他还没死 林老师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郁总病大 你心脏再近点就没命了 你应该去看看他 说声谢谢 是啊 我是应该去看看他 爸 妈 女儿一定会给你报仇的 你想让我死吗 八年前你开车撞死我父母 肇事逃逸 我一定会让你学战学成的 真的是江学 这个世界 不可能是他 玉绍亭 哈佛计算机专业研究生 在华尔街转到了地土之后 成为云城最年轻人为的首富 在那十年近期将会回国 玉绍天 那天晚上开着你车的人到底是谁 抱歉江学 是我对不住你 说 到底是谁 说 你为什么不说 你为什么不说 我们要包庇的是谁 你只要记住 我是这个世界上最不愿伤害你的人 江学 喊江学早在八年前就已经死了 他死在人家唐苑阳手里 他死在金山病院里 他死在宣扬下了 现在只有灵晓 你又很教训 大哥 林老师 你怎么在这儿 大哥 你醒了 是谁上了 我决定三尺 你要把凶手找出来碎尸万段 我也不知道 你有看到真面 这看没见了 你让保镖二十四小时护着你我才放心 没事了 休息几天就好了 你先去吧 林老师 你只需要顾好自己分内的事 别总在他面前晃悠影响他休息 大哥 你伤口又裂开了 我去叫医生 是你妹妹郁曼婷对不对 你只用他 我能让你这么费尽心血的保庇 你干什么 你放开我 你这个暴凶 林兄 你是我这是伤罪不愿意伤害的人 万丁犯的错 我替他输一辈子的罪 但你现在要去杀他 就中了坦岳阳的圈套了 不管是坦岳阳还是玉曼婷 我统统都不会不过 如果你也有阻力 你急解决 林兄 我想让你重新过上自己的生活 你的伤口我来报 我不奢求你对郁佳的原谅 但你要相信我 有点时间 我一定会给你一个结果 我哪还有什么自己的生活 宇少廷 我已经等了太久 我不会原谅郁佳 也不会为了你停下复仇的脚步 林老师 你怎么这么对人家忙走 他愿意 我们之间的仗该倾诉你 王总您没事吧 你怎么敢玩我是吧 你别生气啊王总 我也没想到郁兆婷那个王八蛋 会突然赶到这儿来 那你的从哪里搞了他 他腹部的一道拔痕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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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身王一刀的缝合手法 一模一样 什么 你 你你没搞错吧 搞错个屁啊 精神病人身上隔身 卖到境外去 专业的缝合线 我一眼就能认出来 他到底是谁 我不是韩教训 不是那个天真的 只会相信男人的韩教训 我想让你重新过上自己的生活 不想我 我来报 我不奢求你雷律家的原谅 那你要相信我 给我的时间 我一定会给你一个结果 我知道 复仇的路必须由我一个人 坚定的走下去 哎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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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谭玉洋那个境外生物 会不会成了 知道为什么 那个网友发突然消失了 你能弄到网友发的账号吗 小事与众 只要有了他的账号 从今天起 我就是网友发 看来快要收网了 凌老师 你还真是想我呀 居然都追到这里了 看来谭总一个女是不够的 我说呢 怎么忽然闻见一股臭味 原来是你这个丧祸的 之前费尽心思的 想要勾用我们黄总 看到黄总有权有势 又非要哭上去 她真是一个水性洋花的你 你 嘴巴这么脏 该洗洗了 小辣椒啊 我就喜欢你破辣的样子 听说谭总最近一直在找网友发 什么意思 你知道她在哪儿 你 哎呦啊 你你他妈疯了你 哎 黄总说了 想赚大钱就到这儿 看个屁啊 滚 谭夫人 林老师什么事 啊 你到底是谁啊 你为什么要调查我 你妈 你还记得八年前那一对死在你车轮下的夫妻吗 你到底是谁 我就是韩江雪啊 什么 你没有死 你要干什么 杀我报仇吗 难道你就不该死吗 你勾结谭月阳害死我父母 这个杀人凶手 疯你人 谭月阳根本就不爱你这个疯子 他只想过正常人的生命 是你的全家纠缠 他不肯放了他 原来他是这么跟你说的 你痛伤了他活该被他抛弃 月阳心里值得我 愿意为他付出一切 痛了还不知道会干 我现在就傻了 报仇 来啊 傻了我 为了月阳 我不后悔 蠢祸 你真的以为谭月阳爱你 我现在就让你看看 开月阳的症 你到了吗 喂王总 我到了 您在哪呢 你竟然把我冲王总 你到底要干什么 干什么 当然是让你见识一程 精彩的绑架直播 好疼 嗯 老婆 王总 您这什么意思啊 谭总啊 现在只要郁曼婷允 你就能够拿到他们公司的股份 这样 我们俩的架空浴室 不就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吗 你说话呀 这个你们到底怎么办 王总 我已经不喊局了 郁佳迟早都录了 老婆的命要不就算了吧 毕竟 留下杀人证据 可就不好了 你什么闻着我脖子指的事 哎呦 我哪敢来王总 我这不以后还得跟您 开拓棉北以外的市场了吧 说到海外事情 你老婆2H音信实是你 刚好跟太阳宏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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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你最好的头目 蒙总我老婆的命 多换东南亚本之石子饭了 他不是回吧 不愧是谭总啊 这满脑子都是谁 那 尸体什么的 帮帮出也好吧 放心吧 手也拿好大 那 对 这人来说 他竟然想让我死 但付出那么多 竟然还不如那些股票 那你可能 你就值那些股票的价值 还是你最了解我呀 韩佳雪 你以为你很聪明 现在的视频背景都那么造假 你真以为我是傻子会去废墟吗 自从上次王总看到我身上一块疤 就猜到你是谁了 我说的没错 我亲爱的前妻 韩江雪 你这个混蛋 我的命在你眼里就那么不值钱吗 我被你说出了那么多 你是怎么对我的 你个辈子 我跟三八年 跟你养那个便宜儿子八年 为什么 你这种人就被下地狱 哈哈 哈哈 啊 你去 现在和你这种漂亮 真是很假心 说你老了 实在那精神病院里待着不就好了 啊 非要出来给我显摆能耐是不是 这样是 逼我的 你疯了 不 我不能就这样死去 小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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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枫来了 我早就看不顺 养了你八年还是没给你养熟 谭月阳 你就是个骗女人前活二的软饭男 咱们郁家白石白河八年 谁想谁啊 谭月阳 你不要伤害小枫 谭月阳 你快放了他 小枫跟这件事情没有任何关系 怎么没关系 他也是我的绊脚石 郁老头跟个妓女搞出来的野种 凭什么生下来就能享受荣华富贵 谭月阳 你居然当着小枫的面说这个 我跟你拼了 这都什么年代了 谁还在乎什么野种不野种 我就是玉氏的小儿子 早在五年前我就知道了 小枫 你 对 五年前我就知道了 玉绍婷教我做事要沉稳 我就乱在肚子里不说 不过今儿个都挑明了 那我也就不在乎了 没错 我这个野种生下来就能享受荣华富贵 像千方百计的想着融入上流社会 甩饭 骗子 骗子 那你最尊敬的凌老师也是骗子 围着身份 招有装骗 还有你这个大姐 还是个身上背负着两条人命的杀人凶手呢 臭声 你那么全心全意的爱你 在那个作用下做了那么多错事 你还叫独善其身 你真是个毫无忍性的人家 大姐 你怎么还对这个男人抱有什么幻想 我十六岁都能想明白的事情 你这么大的岁数怎么就是想不通呢 你爱老的女人那有什么好下场 喂 杨范南 我大哥玉绍婷三分钟之内必到 我劝你最好快把木头放了 看来 送我进监狱 好 好 那我就先送你们下地狱 好 那我就先送你们下地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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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 好 我 这 我 好 啊 他可是杀父仇人的亲哥呀 你装什么高尚 等你们烧成灰 我再把你们做成果子 然后亲手送给你上去 我最喜欢看这种文件残剧 不愧是郁总 这么快就赶 你别动 动一下 我就给你们全烧死 别动你把人放来 你有什么条件尽管提 条件 把你下的财产都给我 可以 要什么我都给你 你想给 你得看老子心情 给我跪下 大哥 大哥 都给我看好了 堂堂御师的祖才 整个云城全是滔天的人 大人 现在在给我下跪 哈哈哈哈 堂月杨 你这个变态 看到别人受苦 你这么快活吗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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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 你看一下 我让你这辈子身不如死 呦 郁总这是心疼啊 好 既然 两个都是郁总心疼啊 不过咱们这儿有意思了 是烧了这个贱女人来救你的妹妹 还是烧了这个蠢女人来救你的至爱 给我选 给我选 我数三个数 大月杨 我可以把你送去口外 可以开始你新的生活 你以为我是傻子吗 给我选 三下 大哥 你一定要救小枫 李少廷 你快太大不高了 我本来 就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留恋的 我的天哪 你们以为这样很感人吗 啊 我都快被你们恶心吐了 李少廷 你不是挺厉害的 云城帝王啊 这点决定算出来 好 那我就来帮你 三 二 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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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个电飞的就够了 小枫 大哥 你给我带着大哥跟你老师快走 小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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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可以去 小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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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可以去 小枫还在里面呢 我快去抓他们 啊 小枫 小枫 那场大火之后 我却完全没有感到快乐 看到小提琴 我就会忍不住 想到小枫 她是罪我 你的手还没好呢 要去哪里 就算我流落尖河 被野狗吃了 也不要你多管闲事 好 从今以后 我绝不会再多看你一眼 小枫生死不命 我也无法面对一手提 绝情的话说出来很容易 反正 我也习惯了一个人天使上高 郁总 希望这次我们合作愉快 您在云城 可是这个 来 郁总 你认识 不认识 我可能认识 哈哈 好 那我就没什么顾虑了 说实话 不认识 我认识 小提琴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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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presentative 算了 爽快 你们继续 我看戏 吕总 原来您好这一口 刘击 开盘 我正好准备了一件好东西 这个好啊 小美人 把它换上 今晚好好伺候我们几个 伺候好了 小费少不了你 先生 我只是服务员 不做这个 不做这个 做婊子 有牌的牌方 小姐 你是新来的吧 你在这装什么 能伺候郁总和称总 是你的父亲 伺候好了 少不了你的钱 不并 这种福气我并不稀罕 我不伺候你 更不想伺候他 你给我站住 你还不知道郁总是谁吗 不管他是哪个混蛋 给脸不要脸是吧 竟敢得罪郁总 看我怎么叫他 好 腾腾腾 松手 再不送手我就 就怎么样 我就造死你 啊 打打打打打打打 老婆救我呀 陈总 你不会连个小蹄子都收拾不了吗 啊 你个臭婆娘 基本上我的郁总也丢了面子 来人呢 老板有什么吩咐 给我弄的 是 什么玩意儿 好 好像是郁总 你看看你现在是什么样子 你有什么资格教训我 我 我不是想教训你 我只是不忍心看到你现在这样糟蹋自己 我凭自己的脑洞赚起生活 怎么就要糟蹋自己了 余绍婷 求你别再管我 我受不起你对我的好 我们俩之间的地位悬殊 还背负着无辜者的生命 不管是十年前还是现在 我们注定无法在一起 看这么少 你打工 我 郁总 我不是 姜雪 林霄 如果你缺钱的话 蓝思荣最唱 还缺一位乐队指挥 很好 我们再来一遍 郁曼婷 好久不见 林老师怎么这么近呢 跟见到谷四个人 曼婷 我就知道你没有死 你知不知道 少婷一直在找你和小枫 你都去哪儿了 小枫呢 你怎么这么关心小枫呢 我看你是想确认 我和小枫死没死的 知道这间剧院的来历 来历 这间剧院最早是著名舞蹈家王漫青建筑建造 后来就被你们预事收购了 王漫青是我的名气 我父亲和他 就是在这间剧院认识你 后来有了我和我哥 他就和欢场的头牌搞在一起 我母亲不肯受了 就挖着我吧 开车自杀 欢场恐怕要不要小枫 是我收养的 他就像我自己的孩子一样 却变你给害死了 却变你给害死了 我没有想要伤害小枫 你闭嘴 你这种人也配当老师 可怜小枫那么听你的话 经经你崇拜你 甚至 还喜欢你 我说的没错 你到底想要说什么 你自己明白 勾引别人了 都勾引到家里去了 而且一个还不够 还要勾引我大哥 甚至恋小枫 你自己的学生都不放过 我不知道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我要让所有人 知道你的真面目 有什么事吗 如果没有的话就请回吧 我们还要排练呢 这间剧院现在归我管 我是这里的老大 你们所有人 都得听我的 好 那你想要我怎么做 我要你偷光衣服站到台上 向所有人 展示你的无耻与下贱 够了郁曼婷 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你如果不听我的话 我就把在场的人 全部开除 你不要太过分了 站住 我让你走了吗 你给我拖 我拖下 我 郁曼婷 你不正常 曼婷 我一直到小夕就赶飞了 你这段时间在哪里 怎么不和我说一声呢 我跟你说 然后你再告诉这个女人 让她在暗中把我给害死 谭小姐 不用暗中下手 来吧 你现在就杀了 给你的父母报仇吧 曼婷 曼婷 别说了 你还在维护她 她跟谭月阳本来就是商量好的 结果碰上你这棵大树 就黑着黑杀了谭月阳 还想把我也杀死 我没有勾结谭月阳 你还在辩解迷惑我哥 喜欢吗 这是送你的礼 是小枫在黄泉下 特意为你中 这花圈也太可怕了吧 真不吉利 来 走走走我们走 你是说 小枫他死了 莫许你替小枫的名字 你不配 把这个杀人凶手 你别激动 我 大师 我我心里血培养小枫 他明明可以成为一个 优秀的小提琪演奏大师 大哥 你从小枫就是听在你 小枫是完全属于我的一斤杰作 可现在 你还让这个贱女人给你当破了 曼婷 不要错怪的人 这都是谭月阳做的孽 再给我来一杯 小姐 你已经醉了 不能再喝了 我有的事情 别管我 给我倒上 小哥 来跟我喝一个呀 哟小妞 别过来啊 别过来啊 哎 别跑别跑呀 别跑 臭婆娘 没长眼哪 这是什么东西啊 居然敢骂我 你不就砸我身上 还在打我 我今天就把你腿打断 别打 还有什么地方得罪你的 我替他向你赔不是 你赔 还拿什么赔呀 这些够 不够 除非你陪我喝个痛苦 差不多就得了 你知道他是谁吗 他是御事总裁 玉绍婷的亲妹 你要是得罪了他 知道自己是什么后果 御事总裁 是我永远不识泰山 对不起 对不起 别跑呀 你不是要挡我吗你 行了 你为什么要作戒自己啊 跟我回去 果然呀 郁佳到处都是你的眼线 谁在哪儿做了什么 你总是能第一个知道 田管家那是关心你 才特意告诉我的 你能不能不要把人 想得那么坏 田管家 我倒有笔账 要跟他好好算算 你还在替他说话 你看看我现在 人归不归的样子 你还在替他说话 谁想要是他出现在我前 我怎么会有今天 你少落众 你这副眼睛 我早就见识了 大哥 你不能跟他在一起 他跟田原样 就是传统好的 包裁害命 安婷 你冷静一点 我给你找最好的医生 给你做最好的皮肤移植手术 我很冷静 换作是你家破人亡 变成现在这副样子 你能冷静吗 能吗 虽然我永远无法原谅你犯下的罪行 但是我已经打算放下过去 不想再跟你继续纠缠了 少婷 带着你妹妹离开吧 你放下了 我可没有 够了 我们跑 我不回去 初音把他杀了 给小枫放手 来人 你放开我 来 来小枫 我要杀了你这个杀人凶手 今天的事很抱歉 我保证以后 曼婷不会再来骚扰你了 谢谢你 但我想今天这个局面 我还是辞职吧 别 毕竟是曼婷害死你的父母 而且我们郁佳有亏于你 更何况我对你 我把我承受了 多谢你及时把曼婷带回来 否则 真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复仇这件事情 确实是会让人心里扭曲 我深有体会 都过去 一切都会好的 可是我不想你妹妹步入我的后尘 如果要下地狱 我一个人就可以了 放心 只要有我在 没有人会下地狱 妈 晓风有消息了 真的还活着 晓风还活着 太好了 我们赶紧把这个消息告诉曼婷 这样对她的病情也是有帮助的 曼婷现在的健身状态 恐怕不会相信 那位情况怎么样 情绪暂胜为低了 但是那场火灾 对她打击太大了 其实有一些业绩障碍 这样 我们继续调查 先找到晓风再说 谭月影 她现在在哪儿 是生还是死 现在还没有消息 活不见人死不见事的 学日天没找到她 就还有可能受到她的伤案 除非她有意躲着 你才是搜索了这么多天 早就应该找到她 如果是这样 她在暗中 我们就太危险了 这件事交给我吧 明天我就去趟明辈 听说 那边有小枫的消息 说不定 可以在那儿找到的 真的吗 那太好了 只不过 那边很危险 你一定要多加小心 林霄 我不在家的这段时间 就拜托你 照顾我家里了 就拜托你照顾我家里了 那个林霄啊 很快就会取代你在瑜伽的位置 她一旦跟你哥结婚了 你就会立马被曲折 哎 那时候你会无依无告 自杀自灭 连瑜伽的财产 都会被她抢走 更重要的是 她知道 你是杀人凶手 你所有的犯罪证据都在她手里 她可以随时随地的送你进监狱 让你受不如死 余曼婷 我早就跟你说了 这个女人 她就是个蛇蟹 你想想小蜂是怎么死的 所以你要我怎么做 这种治宽药 已经给那个蠢女人 吃了半年的时间了 现在 她已经完全 被我的精神控制住了 天飞 天飞 你在干什么 你跳起来别打了天飞 有女儿就是 随便吓唬王军人就这么点 早之间 何必当出呢 你们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我和你早就说过 我要让你们这些人 你当小风 有什么事你冲我来 天飞是无辜的 无辜 哈哈 哈哈哈哈 你们这些人怎么这么会给自己媳妇 她无辜 一个虚拟谋杀自己丈夫的女人 我冒充上罗社 假扮该管的精神病人无辜 你怎么就不觉得我无辜 不觉得小蜂无辜呢 想要陪葬是吧 我来 你不要牵了别人 你说不牵了就不牵了 你家 你设计捉捉捷让我当众透彻 我已经把家里的监控权给拆了 大头 能并知道这个发生的一切了 这是一张迷惑的梦 怪我大哥 会被你们的神魂惦怒 什么都听你的 要是让你上 这天 我都听不见我 我得给你赶出去留我街头 我才不会让你得宠 我应该是客气的 的确是带你不听 但是现在我跟于少婷 我是真的喜欢 坏事 哪那么容易起来 杀了你 你杀了小枫我要让你成命 来人 来给我绑起来 你慢点 你想到你本性就这么狠独 你杀了小枫 你不狠独 报复计划 我们一家都会好好的 要不是你的一系列计划 能有我们今天吗 你为什么还是致命不悟呢 杀了 从一开始就不爱你 他从头到尾想要的都是你们郁家的骨负而已 你闭嘴 我不爱就不爱了 如果婚姻今天靠爱来维持 他早就分崩离析了 人本维持得好好的 都是因为你 才会有今天的变局 你还不知道吗 都是因为你 你都忘了他没有带给你一些伤害 从你们一开始登山的时候 他就没有带工具 甚至还提前购买了高额保险 那天晚上他还想用汽油烧死你 这些你都忘了吗 我早就说过 没有你 就不会有今天发生的 我会继续维持稳定的夫妻关系 哪怕只是表面的 至少小夫不会死 惊诶 適合系 我不会让你死得这么毯 我一边一边的 glac 要送你下地狱 这没你们什么事了 你们先下去吧 我是從這開口還是從這 把這個選擇太難了 還是你來吧 林月楊你果然沒死 你這樣的難典都還活著 跟活空上的關係 你真是這樣的天雪之詞 天雪了 怎麼會把你笑死的 還不是因為你這賤女人害的 怎麼那麼帥的一場面 全讓你給毀了 你笑死的 這個女人 才是一切邪惡的源頭 沒有她 咱倆不會變成現在這個樣子 沒有她 小楓就不會被殘死 懂什麼 了結她 孩子小楓 現在就讓你償命小楓還活著 你說什麼 小楓還活著 小楓還活著 還沒有死 別聽她的 你沒看出來 她在拖延時間嗎 親眼看到的 小楓就是被這個女人 親手推入華海 你們聽話知道 小楓浮身都被火燒著 怎麼可能還活著 怎麼可能還活著 她騙你的 小楓根本就沒有死 是為了她的 不見你 這樣她就可以讓你誤以為 小楓已經死了 讓你恨我 然後可以叫送你殺了我 我死 你也就要入行 一十二年 最後小楓就可以繼續被她 用來威脅於少廷 你到位就是這麼狠奴 你怎麼還不行我晚晚點 月陽 她說的是不是真的 臭女人 你怎麼就是不能聽話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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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也就要 我這一次吃 在 在的被你利用 這些女人就是賤 那 那 很江雪 我當初沒弄死的人 現在害我變成這個樣子 明天 下地獄 不要 我來送你下地獄 你不是去緬北了吧 不會在這兒 所以更加可 小楓太夫人 我家想脫鞋 請大家放心 太好了 小楓你還活著 啊哎 麥婷 鐵輩 快再麥婷就處理傷口 你啊 跑不了了 你沒事把手提 跑不了的 不好了 我真要光玉小姐爆炸傷口 她跑出去追譚玉洋了 什麼 你要幹什麼 太陽 我這輩子都毀在你手 你說我會幹什麼 我要你去死 別做傻事 我們好歹夫妻一場 說 是那個見女人的責任更大 是她處心機率破壞了我們的家庭 我們的幸福 就沒有我們的今天 怎麼夠廢嘴 別想再用壞言超越來騙了你 你以為我還會相信你 怎麼 我就心長就長一起算 廢物 就知道壞有好事 今天就算好夢 也要拉你一起做墊背的 啊 看一眼 今天也必須都是你這個 是 這支 實在太便宜了 別殺我 你想讓我幹什麼都行 別殺我 幹什麼都行 我要我父母活過來去 我問你 是我要時光倒流嗎 你行嗎 你別激動 別話好好說 好好說 沒有什麼好說的 我不要去 你挺厲害的 就算殺不了你 我要在你心裡留下永遠無法摸滅的恨 我知了 你 你 啊 啊 姐女人 我還可以董山再起 我還給你董山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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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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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丁你堅持住 馬上就會有人來救我們的 堅持住 李老師 你快放手吧 這樣我們就會死的 拉丁 你不要放棄 你一定要堅持 你不要放棄 李老師 你沒必要救你的仇人 誰在救我們來說 你只是少廷的妹妹 幫我照顧好小鳳 照顧我哥 妹妹謝謝你 我對不起 拉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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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讓我打詐騙電話騙人 屁眼不過就打我 還說 還說要搁我的肾 我被大哥及時趕到舊 是 林老師 大姐她是不是已經 這次還真是陰火斷風 小鳳被譚岳握賣的經歷 讓她懂事了不少 其實我一直都知道 小鳳呢 缺少正確的在引導 性格乖張脾氣不怪 只是 比較會在我面前偽裝罷了 還真是什麼都討不過你的眼睛 小鳳很信任你 但願她在你的引導下 能慢慢變好 小鳳還小 本性不壞 又很有音樂天賦 我以後會好好知道她的 嗯 怎麼了 頭又疼了嗎 沒有 說回來 你接下來 繼續用林霄的身份 我還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你想讓我用哪個身份 怎麼都行 你就是你 身份呢就是一個可爱人 再說了 到最後 我不是都要喊你裕夫人嗎 你這是在求婚嗎 那你的答覆呢 我等你 韩江许和林霄 等我決定 用哪個身份去面對你 您的快遞 謝謝啊 等你拿到身份證 我們 就要去登記結婚 終於到到了 是 韩女士 我希望對你家人很大 我沒有家人 有什麼 您直接跟我說就好 韩小姐 您是 但是 你要奪賺晚期 還有醫師的可能嗎 因為你本身就少了一個身 所以現在必須盡快找到 合適的身遠進行醫治 是以康復的可能性的啊 大韩女士 我建議你 盡早出院 少婷 請原諒我的不死而別 其實 我在這個世上 如果還有一次眷戀的話 那就是你了 但我必須離開你 少婷 你怎麼來了 佳佳 你得病的事 我已經知道了 我們一起面對 不要再離開我了好不好 我們再也趕緊 你應該找個健康的女孩子在一起 而不是我這個 命不久矣的苦口 下次這些藥又能做的小孩 這不一樣 你幫我摘下頭髮吧 好 我下樓看看 你幫我看下我 去画妆了 不好看吗 怎么都好看 你放心 我会动用各种资源 来帮你匹配到 合适的成员 过不了多久 就可以给你健康了 不行 少康 你不可以这样做 我曾经就是 非法甚员的受害者 我不想伤害别人 小傻瓜 我怎么可能 动用非法甚员呢 你真傻 没发生这个事 少庭 不是我不相信你 只是我真的不想 太太 您要去哪儿 先生吩咐过 您的身体状况不宜出门 我想去画园散散心 太太想去散心 我陪你去 去给我倒杯茶来 好的 太太 一群废物这么多人都看不好太太 现在是不是 李小姐已经找到了 他 他 他怎么样 他在外面晕倒了 快把他送回来 你不要再到处乱跑了 好吧 你这样我真的非常担心 你这样我真的非常担心 你答应吗 你要再忍心 好不好 好 我答应你 进来 郁总 别墅打电话过来 说林小姐想请您早些回去 早些回去 林小姐说他上次私自跑出去 让您担心了 想向您赔礼道歉 道歉 没有必要吧 他这是怎么了 那今晚 那告诉别墅那边 我今晚会早点回家 是 先生 快坐下用饭吧 这些都是夫人亲手为您做的 你回来了 老险 老险 你现在的身体不能回 只跟你说了 这些事交给佣人做就行了 我只是想让你尝尝 我亲手做的办法 少天 跟你在一起的每一天 我都很开心 你给你走 没什么 没什么 我们吃饭吧 都是你喜欢吃的菜 尝尝 少天 你怎么起来了 你怎么起来了 我不是说了吗 你得好好休息 那你呢 这么晚了还不休息啊 我 我还有点事要处理 乖 你先睡吧 我的意思是呀 你该休息了 太晚睡对你身体不好 走 走 你是不是有话要对我说 其实 你知道后天是什么日子吗 后天呢 是我尊贵的玉太太生日 谁是你太太 早晚会是的吗 说吧 想要什么 我要什么你都给我吗 嗯 我 要你 你说什么 我说啊 我要你 你在我生日的时候 陪我出去玩一天 行 当然可以 你 出门逛街 你会给我买新裙子的吧 今天你生日 就算你要天上星星 我都会摘给你 好 走吧 我 我想去试一下这个衣服 你还是和以前一样喜欢白色裙子 去试试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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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雪 算好了吗 先生 这里是女士的应酸 你怎么 刚跟我一起来的那位小姐 帮我把她干事啊 先生 那位女士已经不断了你 先生那位女士已经不断了你 是吧 你给我找 绝地三吃羊给我把姜雪找回来 是 少姐 我能想象到 你失去我之后的童谣 紧望领发 你一定会找到一个健康的女孩子 共度女生的 小雪 这一次 我是真的要失去你的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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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